上滿滿的汽車即將運往世界各地 德國福斯汽車跟中國上汽集團 合資經營的上汽大眾 卻被指控涉及強迫維吾爾勞工勞動 建造被稱為汽車地獄考場的 新疆吐魯番測試車道 人權團體指出 人權團體指出 參與此項建設的 還有中國鐵路工程集團 跟新疆棉事件一樣 都在大型扶貧計畫底下 中國把大型的再教育營系統 稱為職業教育培訓中心 據了解 恐怖有超過100萬人被拘留 或曾經受到控制 重視中國市場 福斯汽車公布2023年全年銷售數據 在中國及香港 汽車的交付量為324萬輛 雖然同比增長1.2% 但跟中國車市整體增長5.6%相比 增幅少了許多 德國政界已經有人發聲 要求福斯撤出中國 16號更傳出 福斯集團旗下 保時捷 賓利及奧迪汽車 都有數百輛汽車在美國港口卡關 原因是用了違反美國強迫勞動法的中國制零件 福斯最新聲明表示 正在跟中國合資企業討論新疆業務 對於新疆的投資 現在已經成為福斯的燙手山芋 近新聞 曾一維 杜嘉玲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